7月17日,就进入初福了,开启了一年中最热的三福天,初福,按中国的日历法来说,是真正数天的开始,初福固定为十天,初福从夏至日后第三个坑日式称入福。 民间习俗北方有句礼语,叫做头福饺子二福面,三福老饼摊鸡蛋,头福吃饺子是传统习俗,因为每逢福天,人的胃口就不好,吃不下去东西,而饺子在中国人的传统习俗里,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。 上海头福馄饨二福茶,头福要吃馄饨,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说,馄饨和饺子几乎是一种食物。 杭州头福火腿二福鸡,头福要吃果腿,中医认为,火腿有健脾开胃,生津一血的功效,火腿一年四季都可以吃,但是夏季吃味最佳。 南肠,头福吃鸡二福鸭,湖南与江西比邻,头福也是吃鸡,相对来说,江西,湖南人三福街养生吃鸡,但是很有几分科学根据。 明天人,起伏吃鸡,一年好身体,三福街里人的体能消耗较多,需时大补充营养,在断肌时可是要加入生姜,生姜性温,可以调节人体在夏季内外的温差,使得人体适应外界环境,起去是强生的作用。 这样一来,可做到发散体内蕴寒,防止修发寒病,出浮,防湿热,喝一茶入浮后,气温升高,降水量增大,门热超市的浮天,人体还容易被湿血侵袭,导致人体湿热重,出现头发油腻,皮肤暗黄粗糙,大腹贫贫,人没有精神,唯拟不振,看起来满身都是毛病。 此时,就需要吃薯,吃湿,防湿热,经常喝一杯蒲公英五芳草茶,能够清热解暑,健脾去湿,很好的帮助身体改善各种不适症状。 材料,蒲公英根,吃小豆,饮人,带竹叶,五芳草,槐花,切枝,绿茶,做吧。 一,衍生蒲公英根洗净,切断,烘炒至橙茶,备用。 二,吃小豆,饮人,炒熟,备用。 三,带竹叶洗净,炒至橙茶,备用。 四,五芳草,洗净晒干,备用。 五,槐花,绿茶,炒至橙茶,备用。 六,取蒲公英根,0.7克,吃小豆1.7克,鸡饮人0.7克,蛋竹叶0.2克,五芳草0.1克,槐花0.1克,鲜石0.3克,绿茶0.2克,全部碾碎,做成茶包即可。 解析,蒲公英,擅长去湿热,嗑泻火,利尿,除湿,改善湿热所致恶心,舌苔发黄等症。 并且,蒲公英对于湿热引起的红肿豆豆也有不错的效果。 解有利尿散结之效,可以帮助人体排出更多的毒素。 物芳草,桂嘎,青,皮,大肠精,具有清热解肚,利水去湿作用。 吃小豆,健脾利湿,消肿解毒,异益人,利尝味,消水肿,健脾异味,但逐渐已胜湿渐热渐肠。 见食,龟皮,圣经,能健脾去湿,顾身止泻,槐花克凉血止血,清干现火,绿茶不发酵,多种成分几乎都保留下来,缺湿效果最佳。 这几种搭配在一起,对于吃厨食热效果显著。 祝福,吃耳豆练练炎炎是啥好,当然是下吃豆,剩吃肉。 中国传练饮食讲究五谷以为养,是豆子不良,豆类既能健脾去湿,又可清热解蜀,还能瞧扰内脏,吃下气养生佳品。 祝福时节,不妨多吃两种豆,绿豆,豌豆,解蜀第一豆,绿豆,绿豆,性凉味干,能清热解蜀,润喉止渴。 绿豆的冬皮中,含有大量多分类抗氧化物质,可预防衰老。 绿豆,还能帮助降低胆固醇,控制血脂,预防血管阴化。 推荐,绿豆百合糖,材料,绿豆,鲜百合,葱花,盐,做吧。 一,将绿豆解去杂质,洗净,二,先百合白开零瓣,气去外面老瓣,洗净。 三,锅至火上,加清水煮沸,放入绿豆,百合煮沸,撇去浮沫,改用小火煮着绿豆开花,百合白熟烂时,加入盐,葱花即可。 健脾第一豆,豌豆,下记忆脾胃失调,食欲不振,豌豆可健脾胃,脂泻力,消臭肿,豌豆还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叶黄素,能清干凝木,缓解黑圆圈,预防眼睛干涩。 此外,豌豆腐盘买和叶绿素,有助排除体内垃圾,保护肝脏。 推荐,香菇炒豌豆,做法,一旦香菇洗净,温水泡发后,切成比豌豆粒稍微大点的丁,泡香菇的水带用,不要晕。 二,炒锅置于火上,倒入适量油,用中火加热至七成。 三,放入葱花和花椒粉炒香,四,倒入香菇丁和豌豆粒翻炒均匀。 五,倒入适量香菇水,盖上锅盖热烧五分钟。 六,加盐,鸡精,七零入水淀粉,白炒均匀即可出锅,然后把少许红尖焦粒点制一下。 祝福,按三学位,护助阳气,烧生病,更健康内经有人,阳气者若天于日,施其所则折瘦而不张。 意思是说,阳气之于人,就好比太阳之于自然。 自然界没有太阳就没有生命,人没有阳气就会减少。 经常按揉三大固扬要学,补气要学,振放阳气,生命之根。 补气,气派学,位置前部腹部的正中线,肚脐往下一点五寸,即两横指的位置。 振放阳气,勇圈学,位置前脚底板左右,两块肌肉交会点,明显凹陷的位置。 方法,用手揉勇圈学,每次三到五分钟,勇圈学是足少印圣经的第一个学,甚为生命之本,是阳气的生发之处。 所以勇圈是振奋阳气的一个要学,生命之根,神圈学,位置肚脐正中,方法平躺,全身放松,双手重叠,以肚脐为中心旋转按揉,顺时针方先由小圈到大圈, 然后,逆时针方向,由大圈到小圈来按摩,按摩时以感觉到胃肠的蠕动为标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